接下來我們要來新增蘋果跟橘子 好 我們在範例庫中來選擇角色 蘋果 再選一個橘子 橘子在哪裡呢 好 橘子 好 橘子 好 我們選了蘋果跟橘子 我們幫他改個名字 橘子 蘋果 好 選完橘子跟蘋果 取完名字之後 我們要替他們加上程式 我們來想像一下 好 蘋果跟橘子 我們先把它再縮小一下 好 橘子 好 我們來想像一下 蘋果跟橘子 是不是跟香蕉 好 一樣 是從上面落下來 隨機落下之後 然後 然後 隱藏 回到起點 原點 再開始繼續落下 所以我們發現他的程式 基本上是跟 香蕉是一樣的 好 唯一的差別在我們希望設定成碰到蘋果是扣分 扣2分 碰到橘子也扣2分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香蕉的層次 我們在 香蕉的層次上面按滑鼠右鍵 複製 我們把它拉過來 在蘋果的身上點一下 好 蘋果的身上就有了 好 那我們在橘子的身上也把它複製一下 點一下 好 橘子身上就有了 那橘子蘋果跟香蕉唯一的差別就在於 得分變數 好 我們設定成 蘋果是扣2分 橘子也是 得分改變扣2分 好 這樣子我們來測試看看 好 落下消失 上去 我們來實際 移動一下 猴子來接看看 好 得4分 扣2分 得4分 好 沒有問題 完成 完成 完成